片二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下健身气功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 我将从以下两点进行讲解 一,弓力与作用 二,动作讲解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左右开弓四射雕的弓力与作用 左右开弓四射雕的展间扩胸 可以刺激督脉 同时刺激手三一三阳筋等 可调节手太一肺筋等经脉之气 可有效发展下肢肌肉力量 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 同时增加前臂和手部肌肉的力量 提高手腕关节及指节的灵活性 有利于矫正不良知识如驼背、弓腰、含胸 很好的预防肩、静、疾病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部分 动作讲解 身体重心右移 左脚向左开步站立 两腿膝关节自然伸直 同时两掌向上交叉于胸前 左掌在外 两掌向内目视前方 双腿徐缓屈膝半蹲称马步 同时右掌须指称爪 左掌称八字掌 右掌向右拉自于肩前 左臂内旋向左推出 与肩同高 坐腕 掌心向左 犹如拉弓射箭姿势 动作 掠停 目视左掌方向 身体重心右移 同时 同时左右手 五指身该成长 右手向上 向右画弧 双手臂与肩同高 指尖向上 目视右掌 重心继续右移 左掌 左掌收回 并不站立 同时 两掌从两侧下落 彭宇复前 指尖向对 掌心向上 目视前方 左右开弓 四射雕 右视 动作 五 六 七 彭 动作 一 二 三 唯 左右相反 身体重心继续左移 右脚回收成 开步站立 与肩同宽 膝关节 微曲 同时 两掌分别 由两侧下落 彭宇复前 指尖相对 目视前方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动作要点 侧拉之手 骨子要并容 须紧 肩壁 放平 八指掌 侧撑时 须尘肩坠 须腕 竖指 掌心寒空 马步的高度因人而异 自行调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义饭错误与纠正方法 练义者容易犯的错误有 端肩 纠正方法 承受 趁肩坠 巨腰 公腰 纠正方法 上体之力 八字脚 纠正方法 两脚跟外撑 八字脚 八字脚